带你看看,二战时期德国有多发达? 德国在世界上一直处于一个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一点我们都十分清楚,尽管他们是二战的侵略者,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在当时的技术和科学是值得任何国家学习的,在二战时期,中国最起码要落后德国三十年的经济。 你对于二战时期德国有多发达?有什么看法?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 在这之前,记得点击我的订阅按钮,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的最新影片。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德国就是满大街的自行车和摩托车了,但是当时的中国如果能有一辆自行车都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少数的贵族才能买得起,1941年之时,在德国的大街上就能看线满的跑的汽车了。 而且道路两旁停放住众多汽车,那时的汽车对于德国人来说已经是很普通的一件东西了,德国当时的想法就是每家每户都能有一辆汽车,二战时期他们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一梦想。 德国在当时已经可以制造出列车了,他们当时制作的列车和现在中国的都不相上下,而且时速可以达到130公里每小时,我们现在的动车也不过就是如此吧。 除此之外,他们既然作为二战的倡导者,那么他们的军事实力和工业技术自然也不容小觑,世界上很多先进的武器都是由德国人最初建立的模型,而且生产力非常强,很多的国家都希望得到他们的技术。 而当时的中国甚至连一把像样的枪都造不出来,在当时,德国的军事装备是要快我们一个时代的,也就是说中国在80年代才追赶上当时德国的军事实力。 德国人确实很聪明,在各个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各国,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众多的诺贝尔获奖者,他们大多数都是德国人,比如我们最熟悉的爱因斯坦,二战时其众多先进的武器装备都是先由德国带入到战场的。 为了战争的需求,希特勒希望能让自己的军队有强大的转移战场能力,所以就提出了高速公路的理念,当时高速公路的设计和现在不相上下,而且当时的他们就已经有了交叉式的桥梁,可以说是思想非常先进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也在不断向世界各国学习,如今的中国很多技术都已经摇摇领先于世界各国,但是在某些方面中国还是略显落后。 比如中国的医疗以及教育相对于世界各国是要落后的,但是中国善于学习,我们还在不断进步,也期望不就的将来中国能够更加繁荣昌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欢迎下方评论留言。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谢谢。 下部影片预告。二战时期。当日军被苏联女兵俘虏后日本战俘每晚是怎样被对待的。